然后在上阶段热烈讨论 提到了台股真的比国际股市还要来得惨 第二个选举呢 总统大选明年才要选 但是呢股市至少整个的氛围 已经在今年2015年弥漫充斥 所以呢盘财拉不动啦 大家呢缩手啦 不想要碰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今天呢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 因此我赶快先跟惠子要个答案 因为非常罕见嘛 这样子好了 我利用点时间再把那个期货讯号报告过 因为今天连期货讯号都是这样的 好特别先看台子期 今天的本土期哦 进空单大大减少 然后逆价差快速做收敛 所以呢我大胆了下了一个标 台股即将只跌了吗 一个问号 选的权呢 还是同样咯 罕见的在今天所有的市场 几乎都是偏多的 看涨的买权增加比较多 所以我才大胆假设 有卖转买的外资 可能呢在礼拜二的今天 日后的买盘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然后台币我先插播一下 台币今天呢也收扁的 扁了2.1分 说在31.726 超过四个半月来的低哦 台币现在扁是有其必要性的 因为之前呢 清隆就一再说 专家提到了 一定要扁 因为我们的订单啊 出口实在太难看 至少能够多多少少帮助一下 虽然台币扁 出口不一定能够大成长 可是台币如果不扁 出口一定会受影响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概念 所有的一切美好 不好意思 就只有这个坏 什么坏呢 怎么会资计券 还如此之多 109亿元以上 所以惠慈要答案是 刚刚总统的讯号 多大过坏的讯号 那你有没有机会指点 我觉得今天的重点的话 其实我认为其实键盘中 空头其实真的很嚣张 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头了 因为我们在盘中 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所谓的讯息 或者知道一些东西 你一直想空头很嚣张 就是很多人就是怎样就是空 你知道吗 只要一有人破线他就空 然后短线弹不上去 也有人想空 到处都有人想空 我要问的是到底那个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对 你只想说空头在 嚣张的定义 就是说不管好坏的都空 对 就是说呢 反弹上来的也空 然后再来刚要破底的也空 对 只要短线上没有马上上去的话 今天就是轮流空 那因为这个气氛今天很强 我觉得今天很过头了 那这种这么过头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可能反弹 所以柏姐 你也认同真的空头很嚣张吗 这几天 我想今天 应该是融资自杀的成分比较高 自己断头出去 今天应该是自己断头的成分 因为这两天就是 这个听说营业单位 准备很多印表机 一直在印追缴的东西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好可怜 那我觉得今天 因为目前看不到资券变化 但是我研判应该是 又大减 对 融资会大减的几率很高 那如果融资今天又大减的话 我们融资就给大家看 因为融资也是一个判断 止跌重要的讯号 如果融资又在像7月28号那一天 大减20到30几亿元的话 那么刚刚惠子讲到 今天拉尾盘 又留了长长的打下去 买起来的下影线 是不是你也认同止跌快要出现 讯号有 但是你要做隔天的形态出来 其实这两天盘中很明显 低档在破8501之后呢 你可以开始看到 多头有试图要反扑 对 但是我觉得惠池姐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这两天空头很嚣张 随便空随便赚 对不对 对对 通常这个都是末段的现象 当天赚两波 对 末段就是这样嘛 你多头末段是不是 我随便做多眼睛闭着买都涨停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种末段现象 有来又有恐慌的话 其实有机会准备反弹 我先要个答案好不好 那个分来一下 大盘今天的分 因为我百思不解的是 今天到底 好了 如果说在这个杀的过程当中 空方很嚣张 你赚了很多 赚了就入口袋 然后也或许刚刚呢 伯杰说的融资自我了断出场了 或被断头的 那谁拉的 告诉我谁拉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说的话 其实今天来说的话 应该是法人有在买 他应该是真的有在买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说空头很嚣张吗 因为你看今天盘中那个图 早上一开始就做一个小头出来的时候 你上来上来 我跟你讲今天空头在传 这个早上大家在讲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就是用这种 一波一波的这种下跌 就会把散户给逼出来 因为你会觉得很可怕 刚刚开始是跌三趴 后来被跌五趴 然后一个族群跌后变两个族群跌 然后最后一群全部都挂掉 最后大家就会乱砍 所以今天融资也绝对会减 但是你看今天早上在这个头盘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空了 来这边晃晃就说哇 一个小小的头出来 然后有些人看今天早上来讲的话 弹不上去就先空了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再破掉这个低点 平盘再破掉的时候 大家想说哇破底了 然后破底的话就又空一次 然后又空一次之后 你看反弹不到平盘再空一次 所以今天好几个点都是一直有人在空 你看有多厉害 空一转哦 破平盘空二 然后再破低点空三 哇这很算三波 对啊 所以的话你看它是很多次可以那个 然后你看所以一轮今天盘中的话 就是一轮一轮一轮的 有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你先看到说 一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有些股票就先挂了 比如说纺织挂掉了 对纺织挂掉 刚开始只有挂一档 然后开始两档三档四档 全部连下来 对它就是利用盘面的恐慌气氛 因为现在我们是10%嘛 对不对 对 那10%的时候就变成说 一档股票在这里的时候 两三%的时候 它如果掉下去 掉下去以后大家就会看说 哇下面还有7% 那看下面还有7% 有些人就先空下去了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学大陆那种 就是说怎么讲 就是说当天就一定要流畅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就是看这种 很多人就看说 我现在两%空 我下面还有10% 我可以赌8% 就不让你空单今天回补 要补明天再补 对很多人是没有本钱的 他是打算说 我现在两% 我下面赌8% 那我赌8%之后 我今天赚的话 我就8%赚不到 我最早可以赚3% 那我赚到3% 我捕回来 我一毛钱都不要出 我今天就是赚到便当钱 就走了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们也要强制就是说 全部流畅 有啦 郑主委听到了 他全部流畅 你看全部流畅 你看他可以空几次 他没有那么多本钱 那你还没告诉我 那尾盘谁拉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说的话 这个拉起来是真的 对吧 然后再来有一些实户 其实不是属于那种 去做空做短线的人 有一些人会在今天买 中长线的实户大户买 对 因为我们看一个 我们再看 比如说大盘 我们把KD也放上去 KD 大盘的话 指标的话 我们把这个KD指标也放上去 其实今天这里 已经有一点点背离出来了 它已经有点破底 但它没有再破底了 你看指数破底 然后但是这个没有这个D 对 它已经没有 对 而且它的乖离率 已经拉很大 那你我们把这个消掉以后 消掉以后再把它放大一点看 那你看的话 虽然今天盘中很恐慌 可是今天你看在这个位置附近 它毕竟是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八天 它其实八天 它其实几乎是只有盘中破 它没有真的在破 你的八是转折吗 那其实它就是有机会转折 所以今天才有一个脚拉出来 但是这个脚一定是在怎样 一定是在大家很恐慌的时候 才会收脚 那个大盘如果有止跌 转强的机会要观察什么 对 那当然的话 短线上它可能会先反弹 但是我们这个是讲 就是说整个正式比较翻多 翻多的节奏 如果有的话 那如果要翻多的节奏的话 当然第一个大盘要先在月线 那当然月线来说 它不会这么快上 它应该会上去后再下来 然后再打一个底后再上去 然后真正再往上的话 是周K要开始交叉 这个地方它才会把周 中线的行情拉出来 我们看一下周KD现在好不好 周KD哇 现在还在低档 对 它还在低档这边 它还没有勾角上来 对 那所以的话 你必须就是说 日K上去以后 上去以后打底之后 它这里才会开始 慢慢往上面开始交叉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弱势的股票要反弹 那强势的股票补跌以后转强 那强势的股票的话 其实在最近的话 你看像大力光 就是最近跌下来的 那这一类就是 最后一轮跌的股票 其实它今天有收脚 那这边来说的话 跌破以后收脚 大家注意这边来讲的话 它要有效站稳后再上去 这个还是指标 所以大力光股王收脚 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跟鸿海好不好 这些都人气指标 对 台积电今天 是完全就是红的 台积电红K棒 2317直接签 而且它没有破前面的低点 好 太好了 它也没有破前面的低点 那这上 不好意思 三档指标股 股王大力光收脚 打下去买起来的下影线 对 鸿海 台积电 红K棒 所以我大打假设 如果明天在三档标地 继续保持这样一个成绩单的话 对 就 就会有机会反弹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 是那个弱势的股票 就股后 股后是4次弱势的股票 今天要跌停吧 那如果是什么 它还在跌停 但是注意哦 我不能不看它吗 对 我们还是要看它 因为它有点破坏气氛 你知道还没上去 你常常看到有人跌停 那个气氛就很差 真的 但是我们看它今天放大一点 看它今天虽然还是跌停 但它有亮了 它今天有亮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它也有机会 明天开低后上来 感谢惠慈 你看这个行情 就大家旧股市的 那个情绪心情有多激动 从刚刚庆隆说 政府应该要负责任一下 到惠慈 总之真的大家一起来 匡方嚣张 不要紧 赚钱就开心了 但是有没有止疊 看起来有一点点小机会 这是关键点 只是话又说回来 我不是想要问了 到底今天的大盘 谁在杀 先说那拉尾盘 再补充一线资料 今天因为拉尾盘 八道瓜果行库 看一下它有没有拉 没耶 所以咯 太重要了 就是因为八道瓜果行库 今天是在卖 没有拉 因此回到半光三大法人 今天拉尾盘 又出亮 出亮 除了这样的金额 我们来看一下 五分钟的K 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最后拉尾盘 拉那五到十分钟 这个量 游标帮我跑一下了 这个拉这个五分钟 总共拉了 总共拉45点 爆出了66亿的大量 不要轻掉 看半框 如果你把三大法人 外资投信 自营商加起来 不到66亿元 那请问还有哪些人在拉 刚刚惠子说的 中长线的实户 大户 我就爱这种 你不要跑短 然后那种主力业内大户 如果进来的话 就是漂亮 千龙要补充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拉尾盘 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 就我们了解 今天有一些法人 其实他们原本 看到今天的盘中的变化 其实就已经准备 明天开始停准卖压出容 如果台股跌破了8000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在讲 这一波台股 从6600点到1014点 这个多头的行期 在这个地方8500点 是那个摁投很重要的景线 所以就一些法人操作来讲 一旦景线破了 而且尾盘收不回去 他们唯一的做法 其实就是将一些 手上的部位丢出来 难怪今天尾盘怎么拉 就是一定要守住8500 对 所以其实最后尾盘 收上去之后 原本的停损卖压 明天要卖掉了 就先收回来 再观察个一两天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这一个尾盘 其实还有加上 我还蛮喜欢 这个成交量的999 我觉得这个数字 其实还蛮不错的 应该都会酝酿一些 短线的反弹出来 所以今天人拉尾盘 再加上亮的999 有没有把那个 惠子说的很嚣张的空方 的势力削弱一些 有没有 有 我觉得蛮明显的 其实在后续可以观察 台股应该会有些 短线的反弹出来 我想今天一个讯号 今天大盘破底 对不对 但是今天期货没有破 今天台子期 你看一下台子期 今天台子期的低点 应该是在大概84 大概是在8420左右吧 大概是8420 来我写一下 8416 感谢博杰的补充 昨天期货的低点是8400 今天低8416 没破 直接就切到那个大盘 好不好 现货部分 现货有破 回到了期货 期货具有价格发现 期货台子期 8月发合约 今天有点止跌味道 对 另外看一档股票 2308的台达电 你看到它的盘中江坡 你看它的江坡图 对 你看台达电的盘中走势 哇 天哪 你看尾盘 我终于找到了 这样子从这边拉到这里 收最高154块 其实看日K更恐怖了 你知道日K的下影线 你有看过这么长的T吗 下影线这么长 最近139 到最后收债154 对 好 我想这档 这个惠子姐刚好 权重股啊 对 今天空头怎么空怎么赢 这一支在尾盘就被修理了 对不对 你盘中空三次都赢 最后一次大输 我懂了 对 最后是大赔嘛 而且这次空头是针对权重股来 对 空什么那种大型股 对 而且这个有一个比较领先的意义是说 你把台达电日线时间拉长来看 它是跌了一大段 没错 一直破底对不对 好 跌到这边来 它今天可以止跌 而且有爆量 对 好 那明天很重要 因为通常尾盘拉那一段 最后一天会吐回去 可是如果明天吐回去的过程当中 可以再拉到盘上 然后搭配到刚才讲的 大力光 甚至汉尾客能够打开 然后期货找盘又领先转强 其实这个盘就像我讲 我觉得这两天多头有准备要反扑 但是味道还没出来 如果明天这些现象都出来的话 其实就有机会止跌了 我再总结一下 明天的大盘止跌 有没有机会 有 但是以下念头的条件 是end必备的不是货 第一个 期货继续 连续第二天 明天不再破低点 第二个 尾盘拉了四五十点 这个四五十点 明天不能全部吐掉 明天如果跌也不要超过五十点 然后尾盘最好能够翻到了盘上 再加上指标股台达电 大力光 或者说股后也要看了 汉维哥 台积电 红海能不能继续收红棒 这几点如果都能够吻合的话 明天希望就有止跌的可能性 空放今天真的尾盘有被修理了 但是为什么要拉 要不是前面杀的那么凶 汉城给你做个小预告 回来之后 这个杀真的杀无赦 还狠 请问到底杀 今天过程是怎么杀出来的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业内 跟大户在这时机点杀出来 进广告那我知道了 上半场杀短线的大户 尾盘拉拉的是长线的大户 是不是这样呢 回到现场之后 我们把那个杀很凶的个股 到底怎么看 留给汉城给他说明白 商品也是待会来说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大户真的 他们防空术一招接着一招 这一次出很招 所以大户股市强了 收这个 下场景时可以做 我在这边看到 你会给他说 算量的老阳 在这边 好像考虑我 里面的老阳 这边有很多 别人的老阳 我先看